歡迎來到27度公寓的頻道 我是五毛吧 我是五毛嗎 在影片開始前 如果還沒訂閱我們頻道 大家記得先幫我按訂閱喔 而其他的粉絲們在觀看影片的同時 愛爹幫我訂閱的咖啡集也讚唷 那各位的留言與按讚 都去給我們最大的支持 與鼓勵喔 媽扯 都是在我們資訊欄的下方 有愛用網站的連結 喜歡的人可以點過去看一看囉 全點補貨去啦 那桌面上不知道有沒有買到各位想看的 那現在話不多說 趕緊跟著我們腳步一起來開吃吧 高高 這一道是 森永濃厚焦糖奶油鳳梨燒牛奶糖 39元90公克 378大卡油 小時候喜歡吃森永牛奶糖的舉手 相信它是很多人的童年回憶 聞起來味道一樣耶 對啊 它這種單一包裝比較衛生 然後想吃就拿還不錯 基本上呢 它的甜度跟小時候一樣有甜喔 但是它甜的很順 它突出的是鳳梨的香氣 那底蘊有焦糖味 不會說吃起來跟原本的牛奶糖沒有差異 我覺得它這一款還不錯吃耶 我也覺得不錯吃 嗯 可以嘗試看看 所以這道我們就 推開 這一道是 核卡廚房特濃湯燕麥 香菇雞湯風味 89元5入 平均一入 17.8元 42公克 154大卡 鮮酥玉米風味 89元5入 平均一入 17.8元 42公克 157大卡 那相信大家對核卡廚房應該不陌生 就是我們去超商常看到那杯裝的玉米濃湯麵 那杯啦 哦 所以我今天在全年看到它出新品的時候 毫不猶豫就放進我的購物車裡面 給它給帶回來啊 它沖泡非常的簡單 就是只要加200cc的熱水拉拉 3分鐘就搞定了 我最喜歡這一種快速又方便的 營養早餐啊 剛剛打開的時候真的嚇到我了 麥片也太多了吧 外加它都是完整的喔 不是碎片 麥片很多 喝起來很有存在感 嗯 每一口啊都吃得到滿滿的料 燕麥啊它是屬於非水溶性的膳食纖維 你看做消化 還有一半 所以吃下去之後做消化就會嗯嗯哦 嗯 哎唷太好了啊 你在輸搖在輸搖 講得好像我一天到晚都在便祕一樣 其實我今天上了兩次 你這喝很多 喝很多 其實它這兩款口味呢都算是經典的口味 不會有雷 那我個人是比較喜歡香菇雞湯 因為香菇雞湯喝起來會有一種鹹味的錯覺 啊對 所以我早上很喜歡喝這一個口味 那玉米濃湯呢我覺得就是如果說是玉米濃湯控的話 它就會很喜歡 這一款應該小朋友會喜歡啦 對 因為小朋友蠻喜歡吃玉米的 嗯 重點是它每一包的都不超過160大卡 算是輕卡 所以呢宵夜吃的時候呢也不會有罪惡感哦 也沒有負擔啦 嗯 所以這道我們就 嘿嘿 這一道是 恰恰焦糖瓜子 62元80公克 500大卡 這款是全數哦 吃瓜子就是要配什麼 配什麼 配茶 啊那茶在哪裡 茶還沒來得及煮 哈哈哈 啊過年要不夠 怎麼會拿過幾次來吃啊 欸要試試看啦 焦糖瓜子看起來很Special 這個瓜子啊 看起來每一個都飽滿耶 好吃 啊焦糖味在哪裡 啊粉絲就看我們嗑瓜子 哈哈哈 欸這有刷水耶 焦糖的味道到底在哪裡 有啦 它淡淡的啦 然後甜甜的啦 在外面啦 對啦 它吃起來淡淡的甜甜的那種焦糖的味道 不是很深刻的感覺 所以 你要細細的去品嘗啦 但是它的瓜子啊 說實在的 吃下去 柯柯飽滿耶 吃瓜子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裡面的這個紙要飽滿 它符合了 哈哈哈 沒錯 而且吃起來啊薄脆的 很好吃啦 所以這道我們就 推推 這一道是 增鮮蘋果分味布丁 29元三入 平均入23元 110公克 97.8大卡唷 看一下這個身段 喔 跳國標都沒有問題了 來吃吃看吧 它最經典的口味就是芒果 那後來我們有吃過草莓 草莓 草莓就是小朋友的味道這樣子 我可以確定的是它 絕對不是富士山的蘋果 好啦 拍照啦 哈哈哈 我接不下去 其實它就是一個酸酸的味道 然後蘋果味也沒有很重 一樣是小朋友口味的一個布丁 可是我覺得芒果最好吃 而且它裡面有一點點 好像疑似蘋果的椰果 這個夏天吃起來就是非常的清爽 然後你也不會討厭它 然後小朋友可能會更喜歡 芒果跟草莓 沒錯沒錯 啊這個吃起來也是還薄為 普通的 那我們就看下一道囉 這一道是 金枕頭榴槤冰棒 159元四入 平均一入39.75元 65公克 109大卡唷 沙瓦滴卡 哈哈哈哈 它有夠臭的 就是要這麼臭 暴濃的 母媽爸的臉已經出現 扭曲變化了 其實它非常討厭榴槤 也啊 我覺得它這一款不輸給之前我吃夾冰城那一款 榴槤冰棒我覺得很好吃 這一款呢 吃起來榴槤的味非常的十足 簡直有還原到我們真的這樣 把榴槤拿去冷凍冰的那種感覺 味道很好 然後不會太甜 外加吃起來 還有一個稍微QQ的口感 我知道 泰國的冰淇淋雪糕啊 都有QQ的那個口感 這個不錯 可以買只是就貴了點 不錯不錯 我相信喜歡吃榴槤的愛好者 一定會非常的喜歡吃這一款榴槤冰棒啦 不錯 哈哈哈哈 好啦 那我們就推推 這一道是 金晶芒果棒49元8入 平均入6.12元 85公克60大卡唷 這一款也是一種懷戀的味道 上一道的榴槤到現在都還在口齒流香 哈哈哈 可是有一些人真的不喜歡吃雪糕 都覺得雪糕不會解渴 然後很喜歡吃這一種冰沙啊 或者是全家酷冰沙那一種 我講實在 這個真的是經濟又實惠 又便宜又解渴 對啊 而且這一隻才6.12元而已 嗯 可能說它爽樣的味道沒有很重 可能吃了很多 天佳物 哈哈哈 那它不是說 很濃郁的芒果味很香 沒有 它就涼涼的 然後吃一個 果汁冰飯的感覺 這個是吃一個醋味啦 然後回憶一下童年啦 還不錯啦 還不錯 為我們的童年按一個讚 所以這一道我們就 推推 Wonderful Wonderful 太開心啦 今天吃了全年這一系列的商品啦 它有一些口味非常的Special啦 我個人覺得都不錯 除了真鮮的蘋果布丁以外 那我個人是蠻喜歡 和卡廚房的特農湯燕麥 以及榴槤冰棒 喔那個榴槤冰棒 到現在打嗝都整個榴槤味喔 很濃郁 呀不錯不錯 很開心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訂閱 按讚和分享喔 那我們每週的3日晚上8點 都會更新影片 要記得收看 記得到我們粉絲專頁按讚 還追蹤我的IG喔 想要貼近我們生活美食動態嗎 加入我們官方LINE 按右上角的追蹤起來喔 在這邊跟你們say goodbye囉 掰掰 笑話時間到了 古時候孔融浪梨 對 那茄子蛋浪什麼呢 樂團那個茄子蛋 茄子蛋 浪榴槤 因為龍流連 哈哈哈哈 龍流連是他的一首歌 好沒關係這聽不懂還有下一個 哪一個水果 最容易玩到不想回家 玩到不想回家 嗯 西瓜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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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是榴槤 因為榴槤萬返啦 哈哈哈哈 欸這個比較有意義 沒有我覺得都很好笑 因為都是我講出來 哈哈 好啦掰掰 掰掰 掰掰 我們要去review 是 有可能 那邊 是 嚇到 治愷 嚇到 嚇到 嚇到